嘿,新手爸妈们 在挑选婴儿床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常备各种产品、功能、规格、尺寸 搞得炎花缭乱呢? 当然,买婴儿床最基本的就是安全性 但更重要的是 要能符合孩子在每个成长阶段的使用需求 以及父母在使用上的便利性 那么,孩子的成长分为哪些阶段呢? 首先,是新生儿时期 这个时候呢,孩子只能躺着 因此,可以把Bendy的床板调高一点 让父母方便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 当需要换尿布、喂食的时候 只要将侧栏降下来 父母就可以直接坐在床板上 不再需要一直弯腰 导致腰部受伤疼痛 让你跟孩子一起健康长大 到了晚上睡觉时 Bendy也能变化成床边床 方便母亲半夜哺乳、照顾 也可以让孩子保有安全独立的空间 接着,到了七个月之后 孩子开始学习攀爬站立了 此时,为了避免他从床上衰落 我们可以把床板降低 将Bendy调整成孩子的游戏床 当孩子在长大到一岁至两岁之间时 他就可以开始自主下床了 此时,我们能把Bendy的侧栏降到最低 变成儿童单人床 有着刚刚好的栏杆高度 让孩子可以轻松跨越 却又不会在睡觉时衰落 最后,等到孩子再长大到睡不下的时候 Bendy还可以变成书桌 让他继续使用 或者变成沙发 让全家人都能用哦 Bendy的婴儿床 通过欧洲婴儿床安全标准 床板使用了高强度举木压核板材 坚固程度 可以让大人坐上去 也没有问题的 专利设计的侧栏 材料选用超坚固的碳纤维管制成 可以升降自如非常方便 让孩子可以在安全无余的环境下成长 Bendy让婴儿床不只是婴儿床 还能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变化 保存了孩子与家庭的每一段美好回忆 Bendy用新设计 制作最贴心的婴儿床 Bendy用新设计